我们把这个翻过来看一下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底啊 就这个是他不算 他说那样子 那个谁呢 别的里面 你们介绍的时候就 我把这个翻过来看一下 谢谢周星啊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底 这个你看他这个底的处理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素胎的 他是没有上右的 这个真的太大了 我们包括看你看他这个足部啊 感觉这一个足都可以拿 拿在手里做一个正直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底下其实是一个素胎的 最中间因为是有那个出水孔嘛 所以这种他也就大尺寸的40厘米以上的 他是不落同质年制款的 因为早年的时候实际上 会有一些朋友问嘛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后来总结了 所有看到的同质大封瓷的花棚 就发现了这个规律 实际上就这一类没有款的 就往往会出现漏 就大家不知道嘛 不确定这个是嘛 但现在就是准确无误的 而且这个在我们 2021年的晚清地国用词展上 是展出过的 应该很少有朋友看到这么大的底吧 而且这个有一个现象啊 你看这里它是有电烧的 我们上次在广州看的那对花棚也是 对吧 它中间有一个电烧横 对那个 五个每孔可以当大号洗脚棚了 还可以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然后你看它这里是四个电烧横嘛 我们上次在广州的时候看的 那个电横就更明显一点 它确实每一个制品之间是 有一点差异的啊 我们好 麻烦周星把它竖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里边 这个需要做洗脚棚的朋友看啊 这个人家已经做过洗脚棚了 看到没有 它里面就是用一个 吸的还是 吸的还是铁的一个小圆柱 当时就这个做法 一看就是民国以前的这种习惯 就是用经常会看到 你们那有一年拍一个 那个摇变的那个花盆 也是两个洞点上了 当时就没有看到 后来我跟杨哥讲 我说这两个 这是有两个洞的给堵上了 它一开始 你们当时品牌写的是有课 后来发现也是用洞堵上了 这个可能小的可能就是用来种水仙了嘛 大的可能就用来洗脚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口言啊 它的口言是有一个小台阶 就是边上一圈是苗津的 边上一圈是苗津的 谢谢CK 谢谢CK 就是然后呢 它有一个台阶下去 下去以后这一圈就是 黄幼上面用繁洪画的这个连续的 这个这个这个回文啊 这个很多同志大风词 包括后面的大雅斋 大剑钢啊什么的 都有这种做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内诱 其实这个内诱 你看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有一点点波浪诱 但是我们看它的诱字实际上非常好啊 诱字非常好 大家能看到啊 你这个白的可能看不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 这是我们21年的 那个晚清天空用字展的标签 这个写的是第二二可能是 当时我们故意就是说弄不清楚一点 自己都看不清 是用那个金色的印尼盖上去的 防尾的 这个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展览出来的 我们就不再贴那个 我们展览馆一选的标签了 这个我们肯定是要的 这个而且这个真的就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侧 再看看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是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先看看这块 就是 这是你的手机吗 对 好 我们看下一位 没错 有客人先提了个要求 你要不要先满足一下 什么要求 他先要看乾隆的玉湖村 要看乾隆的玉湖村 可以 我们从那边开始 要不然既然有人提 咱就先跳一个 拿一下 对这对欧文这对就是他的口言上有一点补彩的位置 具体的品项呢 就是还是要看那个拍卖公司的具体的品项报告 因为我们没有去检查每一件拍品的品项 但我们主要还是就挑选 首先就是开门典型的清代官窑嘛 当然大一的拍品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可靠度非常高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而且我们展厅需要的一些拍品给大家介绍 品项的话还是要看一下拍卖公司的品项报告 而且大一的品项报告做的还是非常细的 我们买大一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检查品项的 老度来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湖村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稍微远一点看看它的一个整体的造型啊 玉湖村 也是高谷瓷器里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造型 玉湖村 玉瓶都是号称这个瓶中之王的这样一个一个典型的瓶中 我也是讲它俩是它俩是那个互互互补型的嘛 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玉瓶的对吧 上面肩膀大 然后这个玉湖村它就是下面下面肚子大 它是一个互补的一个造型 这个喝酒不就讲就是个颠乱捣缝吗是吧 然后其实到了清代以后啊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这种官窑典型的玉湖村 你远一点看一下它的气形 就是最早的看到官窑款的是首建于雍正 首建于雍正的官窑 然后有一些五款的 像上次上海一个公司拍的有个五款的 就一般学术界都认为它是就是康熙嘛 但真正看到有官窑落款的是从雍正开始的 清代的玉湖村从气形上来讲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肚子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我们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朋友知道 比如说元代的玉湖村 它是一个非常挺拔的造型 但是清代的玉湖村 它的肚子非常大 你看它的重心是很很靠下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一件的青花 其实这一件的玉湖村的青花 还是比较靓丽的 它的主要的纹是基本上画的就是竹石芭蕉 竹子 石头 芭蕉 栏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构图 一共是 一共是两组竹石芭蕉纹 谢谢有朋友在帮忙点右下角的小猩猩 就反正刚吃饱晚饭 手闲着的也是闲着 可以点一点 然后 就我们经常讲 就是历见就讲它的纹饰的层次数 我们像这个玉湖村从口上看就是 椒叶纹 然后蝉至这个唐草纹 然后下垂的如意纹 等于脖子上是三组 然后足部呢 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养莲拌纹 这是一个 朵花纹 像梅花一样五拌的 上下是五组 这个边士 我们称为边士 谢谢那个土豆 然后中间的就像我们一幅画一样 它这是一圈 是可以连续 连续起来的 我们所谓的通景 这个是两组图案构成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底款 大清乾隆年制 这种很多朋友都知道 就是像这个 青字的写法 它的 青字右下角的这个月子里面 它是用了 一横一竖的写法 我们叫这种钉字 钉字写法的这个青 这一种就是乾隆晚期的 乾隆晚期的典型的写法之一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一件 其实它的这种胎质 我们看它的胎质 它的修足 这一件还是非常典型的 而且它的 青花的发色 还有点偏那种 康熙晚期庸正那种感觉 就是青花发色非常到位 就就好的好的 就一件瓷器的话 就是一个是它的完整度 一个它的品质嘛 那作为青花来讲呢 实际上它的发色到位的程度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青花我们可以在局部看到 它实际上还是模仿 宣得青花的一个点染的效果嘛 就是在乾隆时候这种效果的表达 相对还是比较到位的 到慢慢的到晚清以后 它就会偏于成色化 所以它这个还是成片的一个渲染状 到晚清以后就开始点点点点点点 就这么点一下 它就开始就简化了 那这种玉湖村呢 我们很多玩官窑的朋友都知道 它在清代官窑里面 还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啊 我们目前看到的就从雍正到宣统 从雍正到光绪吧 因为光绪20年以后 那个 有没有宣统的 忘了 就是 什么 那个是不是都不知道 那个就讲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好像到光绪20年停烧了 就是从雍正到这个光绪 它是都有这一个品种的烧造的 非常经典啊 就是属于宫廷里面的 橙色和赏赐用词 你开播以后转发朋友前面 再转发一下 我来转发一下 然后这一件 这一件我们也贴个标签吧 我们管理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等于你现在看一眼 好 那这一件 我 这一件我们也给他贴一个标签啊 就是 逾次资料馆 预选展品啊 就是也大家买到这个 欢迎就送到我们管理来展览 整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青花的颜色 包括它的造型的归种度 非常不错的一件 好 然后换那个壮观吧 拍一下那个壮观 这件壮观你有印象吗 这是原来我们新华的封面 它配的盖子 动篮就有盖子 哦对 动物上就有盖子 壮观呢 也是 也是那个 清代玉瑶瓷器里面 大运灼器里面的一个 典型的造型啊 就是壮观 因为很多它没有款 很多 很多没有 没有落款 所以有些朋友 他不理解这个 这个品种 是不是官窑 所以有一段时间 它的市场价 市场价相对来讲 比较低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过我们道光展的 都知道 我们已经梳理了 从这个 乾隆到道光的档案嘛 这个壮观是非常清楚的 在乾隆时候 曾经专门有 有这个旨意 就是说不必落款嘛 上下 上下这朋友 你好 谢谢啊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壮观确实是没有款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乾隆的壮观 它是有落款的 而且我们去年 道光遇到瓷器展上 有一件那个道光的壮观 也是贷款的 贷款的当然就会 更加稀少一点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种仿宣德的青花的一个品种 它也是采用了晕染的效果 清代的官窑瓷器呢 青花它主要是仿 仿自明代官窑的 这个三个类型吧 就一个就是叫仿宣摇 就是仿宣德青花 就是这种它的特点 就是使用这种点染的效果嘛 就仿明代宣德青花的这种西斑 和这种清料堆积的特点 第二种青花呢 就是仿成化的青花 就所谓的成瑶 仿成瑶青花 第三种呢 就是仿这个 第三种呢 就是仿这个家境的青花 就是比较浓艳的那一类型的 三个类型就非常的明确 壮观呢 实际上在清代的官窑利件里面 相对来讲是属于价钱比较低的 属于价钱比较低的 就是你想现在比如乾隆的赏频 基本上都到150个W以上了嘛 然后像壮观基本上也就是 在在带盖的情况下 也就是一个 五六十个W这样的价钱嘛 所以实际上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 我们可以同样看一下它的这个 胎质啊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 非常明显的 你看这个胎质就是 有很多朋友问什么叫修足 滚圆什么叫胎质干爽 对吧 这个这一件还是挺明显的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内糖 就是罐子里面 壮观的鉴定啊 就是它的内糖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这个我们就卖个关子 我们就不直接讲啊 回头我们的会员可以私下来 向我们了解我们会把照片提供给大家 我来拍个照片 对这个还是挺有挺有特色的啊 然后我们把盖子盖上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带盖子的器物呢 大家拿起来 就拿的时候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不要就这样去拎它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帮我拿个水 比如说它的盖子扭有伤的话 你一拎它万一断裂了 掉下来以后 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像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拖着拿 拖着拿 你看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修足和这个胎质啊 跟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底 它是有一个一致性的 哎呀我怎么会让嗓子它 脱水 听我们的绳子老师讲两句 小齐来了 哎呀这里面也有什么一级两级的呀 谢谢小齐 谢谢小齐 这个我们也贴一个吧 这个 这个跟我们是很有约远的 这个是我们当时 这个是上海新华拍卖 上海新华拍卖某一年的一个封面作品 实际上是 嗯 好贴上我们的小爱心 哈哈哈哈 这个是封面拍片 对这是我们18年的封面拍片 我们最火的那一场 当时卖了六十五 这个也是有好几个素价的来源 好嘞好嘞 好我们 我们到那边看 到那边看一下 哦这边还有一个正式 先在外面看一下 对对的 是乾隆 无款官 乾隆 对 无款官 对 乾隆 就是因为像我们去年到必要瓷器展 其实也讲了嘛 因为它是从乾隆 早期一直生产拿这个碗 一直生产到道光 道光时期嘛 所以很多这个状态 就是说很多这个 很多个体啊 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它 到底比如说是乾隆 嘉庆 道光 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从它的 质量和工艺上来判断它的一个区别的 好这一件是本厂的明星拍品啊 我们首先看它的款大家看它的款有一个非常特殊对文元宣访前朝不落款对的对法法郎彩这一件欧文老师买的那个选好了吗 买哪个学买哪个学买这个实际上不是法郎彩啊 法郎彩其实它是 现在有一些设定的标准的啊 比如说就是第一它应该一定是在紫禁城的造办处加湿的彩绘 第二呢就是它的制品一般是不会超过一对的啊 它不会说有很多很多的啊 像这个碗我们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的程式量的 所以就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它是法郎彩啊 但是它的高级的地方它主要在于它的落款 它是雍正玉制款 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它是法郎彩 就是因为雍正玉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轻功法郎彩的这个落的款 所以呢有些朋友会认为它是法郎彩 但实际上这个我们是做过一定的 这个非常清晰啊 我们做过一定的研究的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材料啊 对预制款的相对比较少 预制款的主要集中出现在康熙末期到雍正初期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安瑶这个时间段 基本上就是五六年的时间范围内吧 我们也看到有这种康熙玉制款的这种 红帝我们所谓的九丘碗嘛 那个存饰量还是有一些的啊 它肯定就是还是景德征育窑厂生产的 它不是不是那个内不是内务府生产的啊 呃其实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材料的特征啊 我们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你看这个这个黄色啊 它还是属于像我们康熙五彩里面的黄更接近一点 它和玉瑶和那个那个就是雍正那个柠檬黄 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然后包括这一些绿彩啊 它它还是更多的接近于景德征育窑的一些特征 对这个碗就是保留了很多康熙的风格 其实包括这种色地这种朵花的这种装饰 本身就是来源于宫廷的呃 法郎彩的这种风格嘛 所以这种制品很可能 它就是当时让玉瑶厂仿制法郎彩的这种风格 制作的呃一类制品 那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生产时期 我们一般说把它叫做安瑶嘛 安瑶我们现在知道它是 不是在就是玉瑶厂生产的 它是就是就是康熙五十九年由安上益 个人出资生产的嘛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制品 和宫廷的制品 它肯定是有一个交流的啊 甚至不不排除有一些图样啊 甚至食物样啊 或者是其他的样的一个传递 所以才生产了这样的制品 起拍架这个是一对 一对的起拍架 我看一下 一对的起拍架是120W 这还是挺便宜的啊 这个一个都不止这个架 我估计这一个的话要在300W还是要的吧 要不要对一个得要一个完整的就要300W 120W还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起拍架 我们可以看这个制品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看一下 绳子用一个两个指头把它扒大一点 我们这个真的是挺值得看的 这种东西不是市面上每年都有的 我们看它的这一个小枝条上的这种 类似于这种小藤蔓的啊 上面的这个彩 你看它实际上就 比如法郎彩 它点这几个点的话 它最后一定凸起就是非常明显了 是非常高出来了 明显的高出来了 包括我们刚才看我们那个 同志大轰瓷的那个蝴蝶花盆 它这种点也是明显高起来的 这个其实就是法郎料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阳彩的一个特点 但这个其实你看 它还是薄那个 相对透明的一种五彩的画法 对吧 但是这里面你看它已经用上了 这种右上的蓝彩了嘛 右上蓝彩因为从康熙中期开始 就已经在景德正使用了嘛 然后就是看这个地子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底色 它是一个非常均匀和浓重的一个红色 它跟我们一般对繁红的理解 比如说比如说像我们那种什么红地白族啊什么的 它不会这么浓重和这个均匀的去涂抹 这个其实就它有可能是利用了胭脂红的这种吹釉的工艺 我怀疑啊因为它不像是涂抹上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这个我们因为这种红色嘛 我们把它有时就把它叫珊瑚红啊或者盖雪红啊这样的一些美称 你看我们的大萌业来了啊 大萌业的光头比这个碗还要凉 西老师赶紧讲西老师 别拍我了拍西老师 你拿机会赶紧那样西老师 我们要讲两课 我们听西老师讲课都很费 对尤其是大萌 大萌钱多 它的里面就是一个白色的啊 一个纯白色的一个就是素色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碗它的口径非常小 实际上应该也就是12公分左右吧 你看11.5公分 其实这是一个茶碗的造型 周小伟朋友又来了 周小伟上次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全程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 我们看这个碗它的口径非常小啊 这个实际上在清宫里面 它是一个一个 说是茶碗 它实际上是喝奶子的 就是喝奶茶的 喝奶茶的一个碗啊 就是就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奶茶因为比较浓比较烫嘛 它需要比较浅的碗 你看包括我们的那种仿木纹的扎扎扎压碗 它都是这种扁的造型嘛 这个就是就是对水水面宽比较容易凉嘛 这个就是可能就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喝奶茶的这样的一个清宫的气氛 我们可以 你看我们从那个透光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红色的这个上湿湿湿的湿湿的这个方法 你不要看我你就看 它应该还是一个吹釉的工艺 大家看到吧 它还是有很多小点点 清晰吧 很漂亮是吧 你包括它这个底 你小心就可以了 你不要看我 就是还是能够说明它是一个吹釉的工艺嘛 但是我们如果是不透光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均匀的这个一个红色 我说那段你没看到但确实像我 谁没看到我没看到 你没看到 哎那样这么小 好了好了 来这个放过去 谢谢啊 哎不接着我要贴一个签 它这个整个都没有贴签嘛 太贵重了是吧 我先贴上去 这个我们也是挺想要的 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个抗息预制了 我们还是还想要一个庸正预制 这个就比如说500W买到这一对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价钱 对不起啊 我给您贴一下 这个真的很想要 大家可以看到 预辞资料馆预选展品 预辞资料馆预选展品啊 真的非常好 爱不释手 好 我们来好 好 我们要换了 我们去再见 到这边吧 到这边 啊 那一个看不看 对 这边有人吗 有 有 好 谢谢 出发了 来 看看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看到没有 哈哈 哈哈 从头上开始拿 哈哈 这里有一本我们道光展的图录啊 到时候这里有两件器物跟我们道光展上的器物是非常接近的 倒是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碗啊 这个晚上次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还录过一个视频 但是不是同一只啊 不是同一只是当时是在广州看到的一只 这你看他这个碗的首先看到的造型啊 我们从里面看他的造型 他是一个花瓣型的一二三四五六六瓣 然后呢 他这个花瓣型的不光是口言是一个癸口 而且他里面是有金纹的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有一个花瓣的这个金纹一瓣一瓣一瓣压在上面 对这非常清楚 一瓣一瓣压在的感觉啊 这种纹理的模具上 然后通过把它按压 这边可能还要用刀稍微压压压修一修 然后让他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造型啊 所以他是属于就是在元气里面 其实他不是圆的啊 他是一个六边形的 然后这个工艺我们之前也有大家聊过啊 我们手一看他是用了一个我们叫撒兰地 所谓地就是指他的底色 他的图案之外的底色就叫地啊 土地的地 对然后呢 他这个工艺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很可能是用一种啊 这里面因为涉及到有一些相对比较保密的工艺啊 他会用一种方式把一个东西先画在就是用一种用一种涂料吧 先画在这个上面 呃一会告诉你品项啊 这个就是对这是一个面碗那个不是吃面的那一只 这是另外一只吃面的吃面的是吃面的品项是和这个不一样 我们特意看了一下不是吃面的那一只啊 不是你们广州吃面的那一只 他会先用一个工艺就是 其实首先他首先要有一个磨印的工艺啊 就是这上面他是有一些印花的纹理的看到没有 印花的纹理 然后呢 已经放大了 然后呢 你看这个花心里面这个点实际上就是还是那种比较密集的这种细腻的感觉啊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呢 先用一些特殊的颜料把这个图案画出来 或者有一种说法是用用贴纸把它贴掉 但是我们问了景德正的朋友啊 他说其实这种贴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你贴贴了以后实际上他会有一些就是他的成功率会比较低 他可能是用这种特殊的东西把它这个 去覆盖 然后呢 通过这个吹钥的方式把这个 撒蓝钥所谓的就是把它吹的点子明显一点啊 就是所谓的撒蓝钥了 把它吹上去 然后再把这一个 整个撕好钥以后 在烧的过程中间原来画的这个图案 它就会 就是掩盖图案的这个部分 它就会烧掉 它是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状态 工艺的过程啊 很多朋友要看底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款啊 这个底款是非常典型的 康熙 雍正成熟期的一个育瑶的款啊 大清雍正年制 这个应该是一个雍正后期的 就是育瑶厂时期的制品 然后 品项 刚才有朋友问 品项我 没有看品项报告 但是目测来看 它是有 口言上有一些 口言上有一些 看一下 给大家对一下胶 对 口言上有一些这个 对 口言上有一些这种抱佑和 你不要动了 这个 一动它就对不上了 我 我来动 对 你看 这里有一些稍微有点磨损 啊 有点抱佑 好像 好像没有 我不不确定有没有充科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大义的那个 小程序 它每一件器物是有品项介绍的 啊 你看 它这个 这个 就是 我们叫 颈部啊 就是像人的大腿那种双人旁的 那个月子旁的颈 颈部 它这里面就 也是通过 这种工艺就是 画了很多这种 如意 如意纹啊 如意纹 上面是这个连半纹 它是一个组合的形式啊 这种表现的也非常 比较少见的 就这种 它整个给人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像 我们那个扫数民族的那种 那种 蓝花布那种感觉 那个叫什么蜡染的那种 对吧 蜡染的那种 蓝地白花布的那种效果 虽然是就是听起来很民俗 但是看起来它又很很高级啊 这个东西 就还挺高级的 这个就 一年市场上 不会太多 刚好今年就 这是看到的第二只了 有时候一年都看不到 拿第二个 他那个时候好危险 好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干嘛 你不能换着跟我讲讲 哈哈哈 这个是一个 里外都是 牡丹花的一个碗啊 这种你看 他非常典型的 这个牡丹花的画法就是 他下面是舒展的叶片 上面的是生出来的这个 花鹿 这个所谓就康熙典型的双鸡牡丹嘛 他像两个鸡脚一样 双鸡牡丹啊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 也得缩回去 你看他的这个 这个康熙的典型的青花 非常 明显啊 你看我们 我们之前在看这个 玉湖村赏评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介绍 清代玉瑶的瓷器的 典型的青花是三种方式嘛 仿宣瑶 仿成瑶 仿佳瑶 但是你看康熙时候 还没有形成那种 官瑶的风格啊 你看他这个 风水这种技法 基本上就是延续了 明末清初那种 过渡期青花的 一个表现技法 对吧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它是 康熙脏窑的制品了 非常典型的 大家可以看 他这个款 大清康熙年制 我们看他的年 他的一横 一横的上面 所有的笔画 横画都集中在一横的上面 然后一横的下面 就整个就空出来很长 就按照我们现在的 说法 好像他这个写字的 分布不均匀一样 实际上就是 这就是典型的 康熙就是20年以后的 玉瑶 第一次集中生产的这种 我们现在称为 脏窑的制品的 一个落款的特点 他的所有的特点 长得像天线一样 对 他的所有的字的特点 其实就是叫 重心偏上 你看他这个字 我们正常写字的话 我们也 我们也不写繁体的 但是正常繁体的字 你看后面 比如说雍正的字 他的 下面的这个衣服的衣 它是不会去占到 这个半个以上的 空间的 对吧 正常的书写是 笔画密的地方 和笔画书的地方 它是均匀排布的嘛 所以说 字的上半部分密 它就会占的空间大一点 但是这个它就是一个 下面的空间会占的更大 这种就是所谓的 重心偏上的 90多 重心偏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啊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脏窑时期 也就是康熙早期的 官窑清花款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 现在大小缩回去了吗 我们可以看下它的整体啊 它是一个整个就是 四个 四组这个 蚕枝牡丹 四组蚕枝牡丹 然后里面呢 也是 细壁上也是 你看它也是四组牡丹 但是它是一个 俯饰 就是从这个花的 顶上往下看 这种俯饰的效果 外面呢 它是一个测试的效果 你看它这个 这个就是它装饰的一个变化 然后里面呢 是一个 我们称为蚕枝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根的 不 不表现根的这个 一个花的造型 蚕枝 如果它长在地上的呢 我们就叫深色花 这个叫蚕枝花 这种连续表 深色花 你干嘛表情出现异样的样 怎么写 深色花生长的深 生长在地上的深 深色 颜色的色 深色花 对 这个就是蚕质化 你看蚕质化 它就是 两个 花卉之间 用S型的构架去连接 这种叫二方连续 就是它 左右 向左右伸展的 还有 上下左右都伸展的叫四方连续 一般就出现在利 利件上 这一件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满 满汇满式 问题 这种晚15W差不多 15W 应该买不到 这种如果是全品品质好的情况下 应该要20多W 20多W 你还要运气好了 就是有可能会到30 甚至以上 都是有可能 15W是绝对买不到的 50W呢 就是品质特别好的 你看要寄笔记了 对 生色花 蚕质花 对 生色花 蚕质花 然后 还有折制花 这个是折制花 50W的话 就品质好的 就能够达到这个战型 15W的话 15W只能买康熙那个基础款的蚕质连的碗 这个要三条 冲也可以 发色可以 这个发色真的很好 然后你看它的碗型 康熙的碗型 我放远一点 大家能看到 它是一种 康熙的碗的造型 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力度感 它这个线条 你看它 比我们常规的碗 它会矮一点 矮了以后力气就大嘛 对吧 你看它的这个线条这种 然后口言是一个 折出来很锋利的一个口言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成型的工艺的要求是很很重要的 比如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在景德镇 我们仿造这样一个碗 它可以做出它的整个的造型和图案的布局 但是它的这种细节 包括青花的这种明亮 包括这个碗的力度感 它是比较难做出来的 也不太算敦式碗 敦式碗的话 那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像这个肚子挂下来这种 这种的一般我们还叫公碗 但是它确实有点东式了 就是说它不是特别斜臂的 这个我们叫 气臂收的比较缓 就是它慢慢慢慢的收进来 我们就叫收的缓 然后如果斜的下来的我们就要收的急 收的越缓呢就越接近于东式 这个碗呢 相对来讲接近于东式 但是我们好像一般还不把它叫东式碗 但是确实比较接近啊 大家说的对 哎呀哎呀哎呀 我醉欲眠清且去 明昭友谊抱擒来 这个欣赏的如吃如嘴 行吃行吃是不是大连的行吃啊 这个大师人来了 好这个这个这个挺好的 你刚才是几点发的朋友圈 把酒再发一下 这个是 这个我们管理有 哎那个那个那个忘了贴了 那个嗯那一会儿吧 一会儿补吧 这个是 我们所谓的三果啊 三果 你看这是一个石榴 这是一个桃子 这个 一个樱桃 特别像一个樱桃 应该是啥 应该是 多子 对 多子 多寿 应该是 柿子 而不是 那个应该是那个佛手 或者木瓜 这可能是木瓜 就是表示 多子 多寿 多福 多福嘛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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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佛手是表示那个路 路嘛 对吧 里面是白的 外面呢 你看这个就是 同样是康熙款啊 这个就是康熙的一个 苹果 哈哈哈 其实确实像苹果 嗯 好吧 你爱吃啥就是啥吧 好吧 这个 多子 多寿 多瘦 多平安 呃 化成土豆了 呃 有点土豆的意思啊 土豆都发芽了 你看 我们看首先看到的底款啊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康熙末期的 这个 这个官瑶的写法 啊 大清 康熙 年制 你看这个跟刚才 对 全新全义 说的对 这个款好像就没有刚才有力度 但是这用我们 我们一般把这种款叫他比较有这种书写感 全义全义是我们会员 然后 康熙那个早期的款呢 它就比较就相当于接近美数字的一种装饰啊 这个比较有书写感 你看他的提案啊 点啊 他他就写的比较开张 你看这个字的特点 你看他的大的纳的很范围很大 康熙的西的四个点 他左右的生 呃 拓展的很宽 然后康熙的 康的这个纳 他他的典型的特点就是他的 下部的笔画比较舒展 对 你好全新全义对 然后我们看同样这个年字 他的重心就 相对偏中间一点啊 他就不是中心偏上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峰部了 只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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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凌凶啊 这个 我们现在又把它从狼窑款里面拿出来了 就是 经过排序以后有很多东西在狼窑里面不太站得住 就我们现在 研究就真正狼窑的好像还比较少 就现在我们你看包括我们做那个预测资料馆 我们现在把暗窑狼窑放在一起 就他有很多分不清楚 这一 这一个我现在在寻找一些证据啊 比如像这种 这种就是画这种 三果的 他也有落 暗窑款的 那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 比如这个是狼窑 那狼窑和暗窑都生产过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个本身其实就是暗窑的两种写法 所以现在我们不确定这个就是 对我们不确定这个是狼窑 我们现在倾向于把这个放在暗窑了 对那个 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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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上次拍的那个一对那个 季兰 季兰三果的 对吧 就是两个款 两个款 一个就是这种写法 一个就是典型的暗窑写法 对吧 好 对田红柚 对承熙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田红柚啊 田红柚 因为这个品种有很多朋友把他说是 柚里红 其实不是柚里红 这是田红 为什么叫田红呢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理解田红呢 就相当于这是白柚上 三块季红 对 假总说的对 那对碗就是个例子 但是我现在 还不太能够下这个结论啊 这个有的时候 需要收集好多年的证据 然后甚至要有一些关键的证据 我们就 比较容易去定论 现在我们 倾向于把这个 把这个 安窑和这个狼窑 我们放在一起讲了 也有很多未解的东西还是 我们继续讲这个碗啊 它相当于就是白柚上欠了三 哎呀 哎哎哎哎 为什么不爱我呢 这个就是 就是 白柚上欠了三块 季红 你可以这么想啊 我拿那个手电一打你就知道了 这些小工具 我们会员这个时候就提醒出来了 我找一个明显的地方 呃 对 给大家看一点 这个平时看不到的 呃 看来这个也也也不太 哎 HD HD是哪位朋友啊 你好你好 呃 我们看啊 像这个 就是透着光看的话 其实能够 不是每一个位置都能看到啊 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制品上 可以看到 他会有一圈就是 呃 相对叫一个刻痕吧 就是他会先从这个 白柚上刻出一个这个形状 然后再把这个红柚填进去 我们可以看 你看他这个红柚是典型的 你看他是 就是用这种刷的方式填上去的 大家能看到吧 他是用这个刷的方式填上去的 就是你这单独的一块 就相当于像季红一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你看他的气泡 他典型的是像那种季红一样的气泡 而不是像右里红 他是等于画在右下的 这个他本身就是一个红柚 他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右里红和这个填红是不一样的 我们管理那个就很明显 我们管理有的时候你 比如你在鱼尾巴上什么的 可以看到那个划痕刻痕啊 腐壁尊 你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腐壁尊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他就是其实所有的 成这种面的这种诗 彩 他肯定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图的方式嘛 对吧 淘尖尖已经挺明显了 对 你看这淘尖尖 我们是能看到啊 就是他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非常整齐的刻痕 实际上啊 好 谢谢那个红柳堂啊 等我们稍微空一点以后 我们约啊 你这个北京本地的嘛 对吧 我们把这个时间先让这个 外地的朋友我先约着啊 这个这个碗也非常好啊 这个碗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康熙末期的这个修足 它是还是一个相对就比较圆的状态啊 我去看这个胎纸 其实这个这一件不明显 后面有明显的 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就是 康熙末期 雍正早期的这种修足有特别明显的 刚才一下子到110了 这一件也不错 这件我们给他贴一个吧 大意的官窑呢 确实它每一件还是把关比较严格 挑选比较 挑选比较这个细致的啊 你看这一个 他晚心就有一个天然的天然的这个摇晖啊 你看杨阁走了 我们来看他的瑕疵啊 看他这里面有一点就是 摇晖 因为在清代的时候 太明显 对在清代的时候 哎 我们可以看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注意看这个反光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像这种 又他是有一个非常轻微的波浪又 非常轻微的橘皮纹 看到了吧 就是他因为是在霞波里面烧灶的 有的时候难免 霞波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一个瓷的盒子 他难免里面有一些灰啊 什么的掉在里面啊 这种就叫落灰 或者叫摇灰 这件还是这个又非常典型的这个又 好了 你们俩老师在换什么 你一试试就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个 他应该有一个箭矢 直接可以放大缩小的 他没有他没有装软件 啊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个阳彩啊 阳彩 这件东西 呃 因为我们对阳彩还是有比较 深入的研究 大家先让我看一下这个 到底阳不阳啊 我再给大家讲 这个是一个就是嘉庆的 嘉庆的这个 碑托啊 或者叫斩托啊 你看这种款 这种轻的写法 它是比较接近于乾隆时候的嘉庆 就是嘉庆早期 因为也有这样写乾隆的 就是有一个呃 有有有有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乾隆 他让位给嘉庆以后 他还做了四年太上皇嘛 就是有在这个四年里面 我们经常在档案里看到 就是这种进贡的瓷器啊 这种进贡的瓷器 档案上经常会讲就是说 比如说二十件 就十件落嘉庆款 十件落乾隆款 呃 东 江 骁龙 中汉和嘉德 我不一定去呃 去是可能会去看 但是不一定会有时间讲 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有展馆嘛 所以在这个拍卖季啊就来的客人特别多 有的时候就走不开 如果有时间去的话 我一定会有预告的啊 你们就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 到时候我如果去的话一定会提前告诉大家 啊 就是在乾隆做太上皇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样的这种落款啊 就是大清的亲子 你看他的特点是他的月的两束是穿插下来了 对吧 这个这种写法比较少见 而且他里面是一个公字型 这种写法比较少 同时能看到乾隆和嘉庆的 所以直播有回放吗 直播可以有回放 我到时候弄一下 对 呃 是 所以我们怀疑这类制品呢有可能是就是嘉庆初期的啊 他这个里面写的我们把它放小一点啊 里面写的是一首 其实这是一个乾隆预题诗 嘉明投刚供 嘉明投刚供是什么呢 就是乾隆的三清晚 乾隆的三清晚的外壁的诗就是嘉明投刚供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预题诗 但是呢你看他落了一个嘉庆的款 所以这个也是去值得推敲的啊 而且你看这个 落这种预题诗的他往往是一整套的 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呃 被被拖 然后他里面会放那个茶盖碗啊 他这是成套的和茶盖碗是成套的 这这种这种其实说实话 我刚才为什么要仔细看一下就是 这种的仿品还是非常多的啊 这个呃 彩瓷相对来讲比青花更容易仿一点 这种比较难看啊 比较难看 这一件我看还是比较典型的啊 它是一个呃 嘉庆时候的阳彩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彩的特点啊 你比如我们看这个部位 你看这里有一个蚕之莲 蚕之莲呢 你看他的那个花心 他的花心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带明暗立体感的一个画法 对吧 这个就是体现了阳彩的阳字嘛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蚕之莲的这个花瓣 你看他这个都是 为什么这是黑的呀 为什么这是白的呀 它是表现了这个阴影和高光的关系 所以这个这种就是阳彩的阳 他首先就体现在这种西洋的 绘画技法上面啊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彩的颜色 你像这种用松石绿条的 包括这种阳绿色 它和我们所谓的民谣的粉彩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这个这个盘 这一件盘 这一件 这一件那个茶盘或者叫这个茶托 还是就是挺直的细看的啊 挺耐得住细看的 你看他口言的一圈苗筋 就就虽然有有点磨损 但是他依然是这种金光灿灿的这种感觉 就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的另外一个知名的公司在早年已经就是交易过的一件啊 非常好 它的这个绿色 它的这个地子的绿色呢 就不是松石绿 它是阳彩里面特有的一种绿色 档安里 对就是有点接近于秋葵绿的那种右色的感觉 但它这个质地又没有秋葵绿细腻 这种绿色像档安里 它就会叫绿地 绿地阳彩 玉制诗 茶盘 秦国档安里可能会这么写 这个 它的造型 它是像我们一般是海棠 海棠型嘛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多半的 也是一个多半的一个形式 对这个非常漂亮 这肯定是官窑 这个是 这一类制品它是属于都陶关贡辞 看过我们道光玉瑶慈旗展这个书的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啊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有很多是属于 像雍正的 康熙的是属于就早期特有的 官窑 但乾隆嘉庆道光以后呢 很多官窑品种就制式化了 但是像这个它就是属于 专门是由玉瑶厂的都陶关赠送给皇帝就是过节的一个贺礼 是这样的一个茶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清宫的茶具是非常多的 这一件非常好 这一件非常好 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它就是配那个三清茶碗那种盖碗的 应该也是海棠型 这个形状我不太确定敢说啊 因为有那种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半的 清空的安理有一种说法叫双海棠型 双海棠型我怀疑可能是八半的就是这是一个海棠 再配上四角一个海棠 它这个叫双海棠 但这个十半的我还不确定怎么叫 或者也有可能这个也叫双海棠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啊 这个就是清空的安理每确定一个东西是需要大量的佐证的啊 我们不能比如说看到一件东西就去轻易的下结论 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你就会给它对上 这个我们贴一个啊 我们贴一个 你看它这个因为是因为是右上踩的 我们一般不建议像这样直接去贴啊 就是你这个这个标签你把它揭开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会损伤这个右的 甚至极端的情况下会把这个右一下就撕下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贴在这吧 把它贴在贴在这贴在这个白右上 对吧 我们也跟乾隆一样 乾隆老喜欢给别人盖章 我们也给他盖个章啊 盖个章啊 盖个章啊 你其他没有地方能贴啊 你怎么不能贴在这吧 贴在这 胡先生要来找我了 胡先生说我就在看直播 齐枪就是龙井的别 对 齐枪 它因为什么叫齐枪呢 就是龙井茶嘛 它是采摘的时候是一片 一片这个展开的叶子和一个芽 那么这个一个展开的叶片呢就叫一个齐 一个这个芽呢就叫一个枪 一齐一枪呢就是一个标准的龙井的采摘的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就把龙井茶就也叫齐枪啊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呃 哎呦 这是这是杭州的任兄是吧 任英杰兄 你来北京了吗 有时间到我馆里来啊 我们马上要开设一些课程 您上次不是在约客吗 对 这个齐枪就是你们浙江的茶 我看他是不是这上面写了呀 我都没看到了 对 齐枪影戏 应该是徐阳齐枪影戏 不去管他了啊 就是这样啊 换下一个 遇上问题了 不是 我现在从头开始念才能给他断句 这个太费时间了 太费时间了 太费时间了 等回头给你们好好讲讲啊 我们转发一下朋友圈好不好 我先转发了 你转发了 拿我的转发一下 拿你的转发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线怎么转发 也没转发朋友圈 可以的 分享到朋友圈 好 我们看一个这个对 小话就不用讲了 不用不用对 公开这次发现性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 酱不拉击的 酱不拉击的一个碗啊 酱不拉击的一个碗 金饭碗 金饭碗啊 这个是绳子最喜欢的一个品种 你看这个都黄眼了 大家看啊 这都黄眼了啊 然后 它的比较特别的这个装饰是 它的外壁有两条弦纹 这种这种造型的碗 我们最早是看到就是有那个 康熙 综合糖款的 有综合糖款的这个碗 这个我们一般轻红档 里把它叫紫金釉 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真的就是跟 一个铜碗一样啊 就是 光彩翼翼的 你看这个完全就是有镜面反射了 叫紫金釉 确实还是挺有挺有特点的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的背面的这个底款 我们可以看这一款碗 它的修足就比较细 这个问题原来也有朋友问过说 为什么有的修足细 有的修足宽 我们现在看来就是 它这个确实有一定的随机性啊 就是说一个品种 如果一开始做的宽 那么它后面仿造这个时候就都宽 如果细就都细 你看我们上次 上次直播时候 在上海直播时候讲的那个成呃 同志的青花三果的那个公碗 它那个圈数就特别细 但是你要看它那一系列的就都比较细 啊 这个你看这个乾隆款就非常典型的 乾隆初期的 乾隆初期的款的写法啊 它是一个构图上略微成一点长方形 看到没 它不是一个正方形略微成长方形 然后它的它的大清的亲自的这个月子 它上下都是出头的 这种款可能会找到就是乾隆几年 就是说个位数 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的就是这种这种初期 所以这一类制品它的它的质量也会非常好 这一个品种今年已经拍过两个了 这个品种其实不算特别多件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它就会连续出来 我点了一下这 你看这个上次那个竹月堂那个颜色又那个专场 它的第一件就是一个这个碗 那个我们也参与举了 这这种碗它里面多少有一点这种抱佑 或者是这种啊这种格里格达的 多少有点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普遍是这样的 对这个品种并不多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哎 你这一下就会你像刚才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用成预制的 是吧 平时也不多 有的时候好像几年都没有 但是最近哎一下也有好几个 这个有的时候也是随机分布的 对里面有点就是说沾沙呢 它又好像是在右下面知道吧 它在右下面 这个反正有点沙力是就这种感觉 这个也我也挺喜欢这个的 这个 你说它这个深度啊 盘子不像盘子碗不像碗的 不知道它在宫廷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使用啊 但是它这个就就比比较浅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叫碗这种 这个也给它贴一个 侠谱 带弦纹的少 带弦纹的少 这个不带弦纹的就多了 不带弦纹的降幼的有好多种 有好多种 这个带弦纹的烧造到乾隆早期以后就没有了 可能确实就是刚才讲的对上次 有一队吗 有一个吧 有一个 然后是纽约有一个吧 好像是 汉海上一场拍了两只 汉海的就 不做成量 汉海的就再说吧 汉海的 汉海的得看 竹岳堂那个也是全品 也是有点有点这个摇晖 也是有点这个有点这个突有 云熙你给杭州办的 这个好像确实是 我给杭州办的 有这个吗 不是 不知道他说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云熙确实是老朋友了 好了 这个好了 哎呦 盛家的 慈征的主理人文伟来了 文伟兄来了 热度可以 好 这边没有了 拿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哎 走了 再见啊 好 再见 来看一下这个 盛德堂啊 盛德堂的大盘子 道光的大名品 因为它比较大 你不要走又晃了啊 一晃就出屏幕 这个就是我曾经花了半天时间在研究这个下面的纹饰啊 我们先整体看一下它这是一个盛德堂制款的九寸大盘 因为盛德堂制的盘子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五寸和九寸两个尺寸啊 当然也有也有一些品种它是有多个尺寸的 好的 谢谢文总 谢谢文总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文饰啊 它是一个 我首先把它振过来啊 这是一个寿字 寿字有很多人把它摆反了 其实你看这是一个中间的一束嘛 寿字的一束 这个相当于是口字旁和一个寸嘛 这是一个正的摆反 然后这是一个五个蝙蝠叫五福捧寿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个底纹 你看它每一块是有一个扇形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奎龙纹 这个我研究了半天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 它其实你看它这个每一个奎龙纹它是有头有尾的啊 我们看这个吧 这个正的比较好看啊 我们把屏幕扒大一点来看这个奎龙纹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龙头 这是一个龙的这个角 这是两个爪子 然后呢盘上去 盘上去一圈 到这有一个尾巴 它是有这个结构的 然后我 去年我们做道光展的时候 我当时想配一个这个纹饰 就把这个蝙蝠盖住的地方给它配上 我发现配来配去还 还挺不容易配的 就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一般传统的说法 就是这种 它是一个来自青铜器上的纹饰嘛 但是像这个盘子 它的构造就是典型的 第一个就是大量使用奎龙纹 你看这个边缘 边缘的这一圈 它是一个紫色的奎龙纹 中间也是加着寿字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龙头就明显了 对 这个因为它是长条的嘛 它是一个龙头 一个龙头看到了吗 它到这中间一个尾巴 然后对称的一个尾巴到这一个龙头 它其实还是非常有形的啊 然后外壁也是 外壁是一个重复的 你看它是四组 四组这个蝙蝠捧兽 然后口言上呢 是一圈这个福万 看到没有万福 万字文和福嘛 万福万福万兽 这样的一个寓意 这个品种呢 我们在去年的 道光玉瑶瓷器上是 好像有吧 我翻一下啊 有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去年 道光玉瑶瓷器展上的 小号的 16公分的 就所谓的五寸的 这个呢 是一个九寸的啊 这个就是像这种装饰的盘子 其实有有两种比较接近的 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就没有去确定它的生产的时间 但是对 但是从它的这个鞋款的方式来看啊 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道光27年以后的 就是很可能是道光28年的制品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区分两个品种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写它哪一年 像有一些我们知道它明确的生产时间的 像我们就会写羊彩山水中晚道光28年 但这一间呢就不太确定 但是它基本上也就是28年或者30年这样的一个一个制品 这个也是一对啊 这个反正虽然画的也不是很复杂 但是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修足啊 它就是你看这种道光的这种白胎 道光的胎和这个乾隆有所区别了 奎龙最早出现在青铜器 对就是只能这样讲吧 因为青铜器上有很多这种奎龙的表现 但是好像那种商代的白桃上也有这种奎龙纹了 所以不确定是不是还有更早的来源啊 你这个这个一下子问过去好几千年了 我有的不太确定啊 但是我记得有那个出土的商代的那个白桃的那个瓷片上 桃片上也是有印奎龙纹的 所以这个纹是还挺早的 你看包括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出土的那一些这种青铜牌饰上的那种镶嵌松石绿的 它也有这种表现的方法 所以它可能会更早一点 这个胎制啊 这个胎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和乾隆的胎制是不一样的啊 好一会儿讲解精彩啊 一会儿讲解精彩 这个胎制就是据有一些地方制的记载 因为在清代的时候 因为这个叫高岭土主要是使用那种所谓的高岭山的那个新的高岭山的那个 明沙高岭嘛 但是到道光时期以后呢 这个高岭的土的矿基本上就开采的差不多了 所以在道光时候呢 就开始利用使用这个庐山的叫新的高岭啊 所以它在这个胎制上会出现一个差别 然后你比如说明末庆初的时候 明末庆中到开康熙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的高岭土就特别油润 但是你到雍正以后乾隆 嘉庆它的那个高岭土相对来讲就不油润 但是你看到道光以后这个高岭这个土就特别白特别白腻 这个也是每一个时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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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制的特点啊 精彩呢是这样的 就是在在有一种说法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在明代的时候精彩一般是在器物烧成以后 呃在世家的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工艺 就是它不是画上去的 而是贴上去的 用了一个贴金的工艺 但是到清淡呢 就很明确的 就是从康熙开始就 你看比如康熙五彩里面就有很多描金的这种技法 有一种说法呢 这个也是多少受到一些这种就是 呃西洋技法的影响 但这个我不确定啊 因为这个你要去卡它的时间点 看这些西洋技艺的传入的时间和这个工艺出现的时间 但是毫无疑问 你看在康熙中期以后 这种描金的器物就很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顺制啊 呃康熙早期啊 好像这种描金的东西是确实挺少的啊 这个就是 它的制作工艺就是传统的精彩的制作工艺 你看这个真的就谎言啊 真的谎言 它的制作工艺就是把金箔打成这个小粉末 然后呢 和那个 就是粉彩的基料 基础料 就透明料 相当于雪白这种料 把它把它搅和在一起 然后呢 把它画画这个文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的金始终是金 它没有发生这个 呃化学变化 它只是通过这个方式把它沾上去了 就是在清代这种里面 它就不需要去 比如说是去把它压磨啊什么的 但是在明代的时候 可能是要有一个压光的工艺的 但这个 这个就 这个就比较复杂啊 这个这个 关于这些工艺细节 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去仿制的工艺 可能和当时的生产工艺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研究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啊 这个像我们如果以后去做化学成分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更加清楚的来了解这个东西 明天下午 明天是晚上 明天晚上八点在我们遇词资料馆有一个小讲座 也是应很多常有的提问 就是说明清词器收藏选什么品类 所以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讲座叫 明清从收藏角度谈明清词器的分类 把这个这个我来贴 他们自己都不贴清 有的贴的不贴 我都忘了 好 这个也是贴上我们的小标签啊 买到以后欢迎送到我们展里 呃 咱那个明天活动的地点就是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在地图上搜一下 寓词资料馆啊 寓词资料馆 能 能 你你平时点饭你点到哪里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满满的少女心看到没有一个粉红色的一个粉红色的盘子这个盘子很多朋友应该有印象啊 呃我们在去年的道光玉耀瓷器展上有一件 然后这一次呢就拍卖上出现有一对啊这个这个盘子我是比较喜欢的他的用的材料特别扎实 来看一下啊 看一行 哎呦别看了我想买的你想看什么呢 你买那一只吧 这一顿 这又不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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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大萌他不要了 别这么废话 哎你那怎么不显示啊 看啊看啊有在线人数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对你看这个这个不是同一只啊不是同一只 视频号 不是同一只但是它是一样的啊 它包括尺寸都是一样的好像 哎这个是不是小啊 二十五点人 对呃是尺寸可能不一样啊 我看这个好像小 这个对这是二十厘米的 这是十十九点八厘米的 我们展览上一个是二十三二十三点六厘米的 等于这个是 三八二十四八寸 这个是三七二十一七寸 但是比七寸又小一点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材料啊 对这个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虽然已经到道光时期了 它的这个杨彩的质地还是非常好 大家可以就真的就这个真的可以结一个屏啊 就是它的那种 胭脂红的这种质感 这种饱满度 这种颜色的这种就是自然的差异 这种上面的小气孔看到没它都是当时一种工艺状态下造成的痕迹 这个都是鉴定的一些细节标准啊 你看这个蝉之莲 它这个颜色真的就非常棒 甚至比刚才那个嘉庆的颜色还要好 这个就是它的这一款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你看它这个灯笼 它的灯笼用了一种绿色 这一对 这一对 我觉得要五六十个W吧 对吧 五六十个起牌价多少 起牌价还是我 我觉得你想嘛 你单独这样一个盘子 如果我是讲全品 我因为有不到品项 如果是这样一个全品的 道光的青花 它是比如说蚕之莲 对吧 它是什么价 这个可以 我故意雇低一点 让大萌买 大萌要举一支 真的很好 这个真的很好 其实唯一的就是 我还没有办法跟档安对上 非常好 这个不是大雅宅 这一次拍卖 好像没有大雅宅是吧 没有 有个类似的包盆 有个类似的包盆 你说的 有个类似的 大雅宅没有 大雅到我们管理来看 我们管理有 大家可以看这个花心 真的是 这种 这种阳彩的质感 真的是太棒了 你看这个最中心的 这一个球体 它中间的一个白点 就是高光 看到没有一个高光 让大萌买了分一支给你 你跟他商量吧 这个我也不是他的经纪人 我说了不算 真的 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是看了还想看 算了 我们看别的了 贴不贴 您贴 贴 我们是不是选的太多 我也不好意思啊 好 马上上回去 然后那边两个 重新拿出来贴一下 一个 第一个贴了 第一个贴了 就第二个 第一个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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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贴了吗 不行 哪是他看一下呗 对这个给他这给他贴上 没贴没贴 对好 这个也给他贴上 两个质量一样 那这款质量的话 还行 我没有仔细对比啊 你一说质量 我首先想到都是重量 两个质量应该差不多 还挺好的 对 但我没仔细看啊 你要一样到什么程度算一样 这个还反正都都还不错 好了 谢谢 辛苦了啊 秀婷走了 是吧 这个书给他放前台了 怎么说 我们去去去去去那边 对面那个桌子 那瓶是我的 把我拿下 那边那瓶 那边 对 看一下大货 我们看一下大货啊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重器啊 这个我先我先看看啊 看看我还没上手过呢 快点我去那边 这工县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煤瓶啊 这个煤瓶就是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看看它的尺寸有多大 大概高度应该在38公分左右吧 对比一下 拿走 别给我的水放在一起 这个这种 这种就是 这种这种煤瓶啊 其实大家更多看到的是那种 折枝三果的 折枝三果的比较多件 蚕之连的反而少见 但是这一件它的特殊的是 它是右里红的 右里红的这种蚕之花 你看这个它就是叫四方连续嘛 它就是四方连续 你看这个是上下的 这是左右的 它叫四方连续 它非常稀有的 就是它是一个右里红的 这种这个好像是 这种全品的话 估计是价格还是要 大几百万上千万的一种 是非常非常少 然后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 青花加胭脂红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你感觉它好像胭脂红 下面有右里红 那一种实际上是属于右里红 没有烧好的情况下 补画的胭脂红 当然也有青花和胭脂红搭配的官窑 这是有的啊 这个青花打案里叫青叶红花 名字特别好听 青叶红花 这个是这个品种就非常少 应该是乾隆初期生产了一小段时间 甚至一两年 然后就没有再生产的一个品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底款啊 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乾隆早期的款 早到什么时候呢 早到七年以前吧 七年八年以前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 它的乾隆的笼字 它是断开的 这个上面的反红旁 它是断开的 看到没有 这个这种非常早 非常早 其实有以前有一些朋友讲啊 说这个字写的不好 要什么要杀头的 其实没有这个说法的啊 我们可以看我们台北故宫的很多那种羊彩 清宫旧藏的羊彩 带乾隆皇帝自己配合的那种羊彩 都是这种写法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以前其实不会说什么 上面就非常大 然后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个也是具有 仿那个宣德青花的这种点染的这种痕迹啊 你看它画了很多小点点 画了很多小点点来模仿宣德青花的特征 宣摇青花 这个清空档案里应该叫宣摇青花又缕痕 前几年 好像跟现在的叫法差不多啊 好了 这个麻烦收一下 好 谢谢啊 哪个水是我的 这个是那个吗 是吧 这个是希老师的是吧 你的水拿走的是吧 这个不是你的是吧 这个是老库的 那个是老库的 确定 他叫我拿过来的 确定 这还留下证据了是吧 没有 好 我们看看这个啊 这个 这一套很有意思啊 这一套我们就不拿出来看了 这个扫一下 这个一套是12 乾隆青花大气 你们要 你们要 对对 乾隆青花大气为什么会晕散 乾隆青花大气为什么会晕散 其实怎么讲呢 利剑都容易晕散 因为利剑它 就是青花在操操的时候 外壁 它有一个向下流淌的一个这个 势能会更加明显一点 盘子碗呢 它相对就比较平缓 相对流淌会少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型器嘛 它的温度控制啊什么的 为了把它烧熟嘛 它相对来讲 它的温度会过高一点点 所以说它的流淌会更加明显一点 这一套就是很多啊 一套12只的 一套12只 我觉得买了一起 用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 痘彩吧 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讲痘彩 嗯 没有讲过痘彩 几点了 你还有20分钟 计划之中有20分钟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雍正的痘彩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底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 具有典型的康熙末期到雍正初初期的这种修足的方式 你看它 相对来讲它更滚圆一点 更滚圆一点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伙食红 展盘右边那个盘子口 然后你看其实这个这个款啊 这个款虽然看起来雍正的款好像都差不多的样子啊 但这种款实际上它是一个 安瑶的写法 对 它是一个安瑶的 对有朋友说对了 ZM 它是一个安瑶款啊 它的其实就是 去掉这个雍正两个字把它换成康熙 就有一模一样的 它相对来讲它安瑶款的写法 它就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那种颂体字啊 基本上就跟那种木刻的这种 上面的一样 你看它的那个 横画的尾部 会有一个三角啊 当然 雍正后面也有这样写的啊 但是这一个 这个就比较明显啊 牙黄 红 是那个火树 牙黄 啊 对 我现在起了一个名字 对 牙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豆彩啊 其实你看豆彩它 就是所有的材料都是填在这个青花的轮廓线里的啊 这个其实用的颜色比较少 基本上就是一个黄彩一个红彩 然后两种色相的绿彩 就基本上就四个颜色 但是它配起来以后就是一种特别给人一种 淡雅的感觉 对安上义 读下青华珍品那个玉湖村 青华珍品嘛 反正就是 青华珍品反正就是民谣嘛 上面有很多留言 有什么能否解 就那个意思就没了 他那个是展盘口 口颜有刻 通过视频看到有刻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哪个展盘右边那个盘子 我也不知道他说哪一个 展盘右边可能是松石绿吧 松石绿那个是吧 一会儿说我们看松石绿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其实文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基本上这种我们就有时候就把它 它统称为羊花 就统称为羊花 你看他其实所有的花型都是一样的 跟外壁是一样的 但他这个就是雍正的粉 雍正的豆彩 他一般一般一般是使用的这个 青花斗五彩 但是在乾隆呢就会出现一些青花斗 羊彩的这个 这个方式 你看他的这个所有的五彩的描绘就 特别的淡雅 特别淡雅以后呢 使得就是整个这个青花和五彩的关系 就是一种 就是小清新 朦朦胧胧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 其实审美还是非常高级的 他虽然用了这种大红大绿的颜色 但是并不让人感觉那种 就是农家乐的味道啊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问题的 乾隆二字款 光瑶瓷器就只有乾隆两个字啊 没没见过吧 乾隆二字款 光瑶瓷器 什么叫乾隆二字款 只有乾隆两个字 乾隆二字款 只有乾隆两个字啊 没见过 至少是乾隆年字 四字 四字款 对没有见过二字款 这个我们也给他贴一个 好 我们加快进度啊 他家东西真的很多 还是挺多的 看一下那个松石绿 刚才那个欧文是要看松石绿吗 刚才没有明白你那个意思 松石绿要看清华 他不是他看清华珍品 清华珍品 我们今天就不想讲这个 玉瑶之外的啊 我们主要还是讲玉瑶的啊 因为光玉瑶都讲不过来 这个颜色在镜头里真漂亮 这种是属于比较 不容易看的啊 陈小鱼这种盘子大概价钱是 哪种 松石绿的还是刚才豆彩的 有人问你中汉和佳德什么时候去 中汉和佳德过两天去 去了也不播 不一定有时间 不一定有时间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豆彩20万 豆彩20万买不到 豆彩那个盘子如果完整的话 60万肯定要的 起码的 对 豆彩那盘子 完全的尺寸不小 对 他应该有21厘米 老公你看是不是21厘米了 20.5厘米 那种尺寸 7寸 7寸的话 你全品的话 60万还是要的 有的好点的那种 那都100多 成为了直播荣耀榜派媒体 带分尼 带分尼 来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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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欧文这个 这个松石绿 这个是 Tivani 对 Tivani 栏这个是 就是松石绿 其实就是松石绿 松石绿 确实是 比较难鉴定 这个我下午提前看了一下 有人问那个高级问题 手里这是怎么看原材 对 手里这是我正在讲 这个真的是很难 你是说那个 那个不一定 那个唐英学校的黄老师有讲过 乾隆的 钱的二字写法 五字写法 五字写法多 二字写法 我现在没有总结出那个规律 我觉得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 对 就是你看包括刚才的乾隆的钱子 它是五字出头嘛 五字出头的写法 这种就比较早 但是就是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也要结合写款的特点和结合品种 结合质量吧 我们现在在努力区分这个乾隆12年以前 乾隆42年以前和乾隆42年以后 这三个时间段 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但是它需要非常大量的样本 你得给我念问题 我认了等你讲完 脖子都断了 那有一位欧文先生在打枪 疑似后加松石率 这一支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其实还是看了一下 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原材 只是它磨损相对就是 就比较右比较薄感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刚才有朋友问嘛 就是这个松石率右怎么判断 就真的很难 这个松石率右判断还是非常难的 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鉴定的容易和难 它主要是取决于你现在的房品所达到的程度 所以就是有的品种相对确实不容易看 然后这个墨影三房问这底为什么不白 底为什么不白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像这种它是属于低温二次烘烤嘛 它就会使得有一些局部出现摇晃 你看这个很明显 它这边出现了一个摇晃 出现了一个摇晃 对欧文你问的问题是确实是比较难回答 这一件 这一件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说确实没有那么容易看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标准器的程度啊 就是因为刚才你问了嘛 我们看一下 我到那个下面按的地方我照一下子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子光吧 我看一下子光 哎 这个确实就是有你说的那种就是点 这个点这个点是需要注意的啊 就是说怎么样来判断一件 这个 其实不光是松石绿油的问题嘛 只是松石绿油比较难 比较难判断嘛 就是说 确实要找一些 如果比如自己要买的话 要找一些比较典型的啊 第一肯定是胎幼对嘛 第二就是说这个彩的特征要典型 像这一件它相对来讲 就是彩薄一点 但是我觉得从它的颜色和这个状态来看还好 其实你看它这里面就是 还是有一些开片在里面的 是它薄 对 它就是薄 还是有一些地方弯的地方还是很明显的 对对对 你看包括里面 对 其实你看它是有的 嗯 好我们换一件看看 换这个黄柚的黄柚这个碗看看 呃 松石绿呢 它是属于就是清代创新的一个颜色 就是它是属于那个这个这个阳彩引进以后 那个七黄松石绿 还有那个胭脂红作为引进的一些颜色品种 所以在轻功的案例呢 它会把它称为阳黄阳绿阳红这样的称呼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康熙的焦黄 你看这个也是典型的康熙早期的张瑶的写法啊 只是它不同的写手 它的写法上会有一些差异啊 清华真品怎么讲呢 就是清华真品 陈小鱼也是来找事的 清华真品就是 前面七老师说了 肯定不是育窑厂生产的 因为育窑厂 因为育窑厂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清华真品 因为对吧 我们从同志四年到宣统三年的每一年生产的数量都已经清晰了 所有的品种你就看吧 你清华真品里面很多品种在传统的官藥里面都没有 所以当然就是有人说是 那就是呗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 反正你不要当事就行了 你们都是来找刺激的是吧 欢迎大家找刺激 我们继续看这个康熙这个焦黄幼的碗啊 这种碗黄幼其实和那个松石律师一样的道理 它也容易出现刚才欧文讲的那个问题啊 就是说 幼的年代和胎不一致 这种情况是有的 甚至还有说 它只有一个底是老的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相对来讲 这种颜色幼 大家确实要注意 你像这一个焦黄相对来讲 就比较开门啊 第一 它的里面的这个焦黄的自然的流淌痕 第二 它的底下的一些比如说缩幼啊 开片啊 包括第三 它的外壁的这种 你看它这种 在局部这个 就是 右厚的地方的这种 颜色和质感的变化 这个确实很难 说实话 这个 就不要说一般的厂家 有的时候 专业的人也不容易去区分 就尽量就是怎么去买 买开门一些的吧 买开门一些的 这一件就 我觉得还非常开门 就总的来讲就是 总的来讲就是说 像焦黄的话 你看它这个就是整个 康熙的焦黄 它还是有一种就是挺那种 舒朗淡雅的感觉的 就是很多防品呢 就是它相对来讲它整个颜色会死板一点 当然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啊 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用仪器去测量它的这个成分 能不能找到这个方法 这个我们也想去尝试啊 这还还好这个这个还好这个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件肯定没问题的 这件还是比较开门的 这给它贴一个得了 嗯 虽然黄釉多 但是我觉得黄釉也是多多益善 黄釉的只能低温修补吗 修补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 这个所有的都能低低温修补 但是黄釉本身烧成才800度嘛 所以看你说的低有多低啊 高有多高啊 就是你说的是冷修热修是吧 那些问题 好我们看一个那个山水的 山水散碗 山水散碗我们是不是有啊 我们是不是家里有啊 有 是不是有一只红的是吧 红的还是黄的 嗯 有也是红的 红的是吧 黄的 红的 红的 你说现在是吧 现在我们管理啊 现在我们管理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做那个 道光玉瑶瓷西展 大家看到一套节令扇碗 外加两个山水扇碗啊 这个就是属于 皇帝阳采开光山水扇碗 它四面画的这个景色呢 确实有春夏秋冬的区别啊 像这个就像一个 像一个春天嘛 对吧 秋秋秋天 这个像一个冬天 这个就阳光明媚啊 像一个夏天啊 大概是四季的意思 呃 然后呢 其实它主要的鉴定的点 是在这个阳彩上啊 你看这个可以放大看一下 你看这一件的它的阳彩就 就比较 彩料比较厚重啊 就就跟那个感冒了以后 那个鼻涕一样对吧 就比比较粘稠 比较厚重 然后它上面客绘的这个 呃就是 呃 氛围草啊 它布局比较自然 然后呢 就是看它这些彩料啊 这些蓝彩 红彩 它其实它这种白的 都是表示高光 黑的都是表示阴影啊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阳彩 对 有凹凸感 比较有凹凸感 有凹凸感的相对容易辨认一些 呃 现在的防品大多相对来讲 比较 比较平 然后我们看里面的这个 轮花的这个装饰啊 它的 你看它的这一个 蓝彩的 你看这个蓝彩 和我们刚开始看的那个 雍正玉制的蓝彩 就这个明显就是一个 法郎质感 对吧 我们刚才也是看那个 就是 藤蔓头部的那个蓝彩的质地嘛 你看和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已经到倒光了 那个还有一点透明 那个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透明的状态 所以那个其实它还是一个 这个五彩的一个颜料 这个就是典型的阳彩 已经到倒光了 你想它还有这个质感 在乾隆的时候 它的质感是一定是更好的 啊 那个倒光中 中期以后的一个制品 非常开门 这个也非常开门 我们给它贴一个千德了 哎呦 谁送了个大花 阿欢 阿欢 可能是 三水文元阿欢 哎 还是很有可能的 三水文元 好嘞 差不多了 我们到那个专口 随便看两间吧 快快要十点了 十点要就寝了 但是 但是人数丝毫没有减少 人数你要一直播 他一直不走 你怎么办 那那现在 十点以后开始收萌票 哈哈 我们看看那边的 有几个那个 说三年 对 你看他们的六年 小归务一下 然后看看那个 康熙那个 康熙那个小杯 看个大货了 来 只是奖励我几千播放 再换个位置好不好 阿欢直接升为六级了 好我们看这是一个十二花神杯啊 这一次好像整个春拍季有几件 比较有名的十二花神杯啊 我们这一件的 我们有时候讲东西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啊 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东西好 或者是什么 就是它有特点 我们就值得讲 大家可以看这个花神杯 它是属于 康熙末期的啊 大多数花神杯 实际上是脏摇的制品 康熙早期的制品 但是在康熙末期到雍正都有 就是持续生产 这个是杏花 杏花是二月 二月是吧 二月杏花 对 它主要的看点是在这个款上啊 就是 你看它的大清 康熙年 这就是那种比较瘦高的这种 这种 送体 然后呢 你看它的这个外壁有这个诗文 清香和素语加设粗晴烟 你看它这个清的写法 看到没有 就跟这个 大清康熙年制这个安瑶的清的写法 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这个提的写法 就跟刚才那个雍正 早期的豆彩盘的那个写法是一样的 就是安瑶的一些特征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康熙嘛 康熙的清花实际上 有安瑶之说吗 有安瑶之说 而且还有雍正款的 但是主要的是这个张瑶的 你看这个清花就非常典型的 还是康熙清花嘛 康熙晚期清花 你看这个 苦绿 这个苦绿的这个 你看这个跟康熙五彩 跟康熙晚期的康熙五彩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安瑶的时候 它是属于就是民间瑶厂嘛 就是说这个品种 比如第一个问题 就是安瑶有没有完整成套的12花生碑 对吧 第二个问题这个品种 是不是按照宫廷的要求生产了 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啊 但是这一个制品毫无疑问是 安瑶时候的花生碑 还挺好的 就是有一个遥风啊 这个我们就不给他贴了 然后刚才文总要看那个荷花碗 就顺便拿那个荷花盖碗看看 是重灾区 这个你看文总发的那个笑脸 就是一个不花好意的笑脸 这种恨是最后的愿井 这个适 stops 这种好与題 no 這個荷花碗其實我們在道光展上包括我們現在的展廳裡有好幾對 就是這個品種相對來講 好等一會兒你稍微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荷花盤 它整個造型設計上還是挺高級的 你看它是一個把整個碗設計成一個荷花的造型 你看它包括這個就是 你看這個小點點就是代表它的這個花蕊 看到沒有代表它的花蕊 然後呢這個小點點就代表它是一個荷葉的金幹 底下你看這個品種它是圈足一定是苗金的 為什麼苗金呢 因為這個品種它最開始的來源是 所以為了仿製那個品種它在整個足部描清 它是它是仿銅的一個一個這種效果 這個品種的鑑定比較難啊 我想文總問肯定是想要了解一下這個東西的鑑定的一些要點啊 首先這個這個還是對的啊 首先你看就是這種東西它容易什麼呢 一個是容易就是有新的 另外一個呢也有那種後加彩的 這個其實你看屬於它這個底釉 底釉還是非常好的 包括這個內釉還是一個比較典型的 大家看啊我來折光大家看一下 還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這個倒光的這個胎嘛 這個胎都沒有問題啊 然後就是這一些小點點的畫法 包括他的一些字兵 在這次還提出了 我來看啊還是這裏有一些小臺 在這裏最尺的字兵還是我抓了比較典型的 這裏是最尺的嗎 這裏最尺的這裏最尺的字兵 你看这个位置就还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 倒光的这种 柠檬黄阳彩 你看大家 这个其实还是很清楚的 柠檬黄阳彩 然后加上那种 这个胭脂红的点点 我看尽量近一点 大家看能不能看更清楚一点 这件东西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包括你看它这个 叶子 那个花瓣之间 渲染了这个绿色 这种就是很淡雅很淡雅 有大虫是吧 有大虫 有大虫 仿童嘛 仿童的这一圈 所以它有一个镜边 把它缩小 稍微慢点 然后这个盖子也是啊 你看这个盖子 我当时最开始看这个品种的时候 我就特别觉得这个盖子 好像像这个后面装上去的一样 但是你看它这个金就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跟金的一样这种感觉啊 就还是还是挺好的 你看它这个盖子的边缘 它就画了一些荷叶 这些荷叶呢 它的边还翻着过来了啊 它这个表现的非常细腻啊 你看这个内幼 内幼就有一点点发灰色 这就是也是倒光的这个 这个右的一个一个特点啊 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 这个我们太多了 我们不要贴了 我们不能贴了enda 是 还是 还是 儿 我 我 我 老 好吧 我 来,來입니다. 蒋1920.p I syn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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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を 二 园 是正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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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og gælpega og svo, mikið, ekki að hljótafæði að það í dæstis í maður, á að þaðis eru að hljótaust í þess að hljótaig og að það á aflifið ekki að það sinna, svo það er að hluta í þetta að hljótaust í þú. og hvert að vana, svo það er að újótaust í þess að þú. Og hæð er að fættu að hún það að það að hlátum er að hún er að ef að það svo er að manna. 這次剛好就有一個零食的碗 你看這兩個碗,它的造型是一樣的 尺寸也是一樣的,它是屬於這種 然後就是一個說話的零食 一個說話的零食 它是這種造型 在青紅膽裡就是它叫鬼口茶碗 一共就只有這兩個造型,剛好都在,所以我就拿給大家一起比一下 它的尺寸也是一樣的,你看它的尺寸實際上是一樣大的 十二,應該是十二點五吧 十一點六,十一點六,十一點六,十一點六 比较小吃中的茶碗 你看它這個,你看這個就是晚期的,晚期的這個仿佳寮清華 你看它的,相對來講它的點的表示就比較簡單了嘛 它只是層次化的去加一點點 然後呢,它這種清料堆積的效果呢,就相對就化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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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 就是比那個情供還是要弱一點嘛 但這個東西本身還是挺好的 也比較少見,不是特別多這個 啊,所以 我們請